张大人笑什么 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姑娘之时 是在探案店店上 姑娘临危不惧 的确与寻传女子不同 这次通舟之行 若是换作别人 只怕早就会露出破绽 大人亦是如此 那日我本以为再见难逃 只知蒙了冤枉 却不知该如何破局 幸好是大人当职救了我一命 我们几番交集 好像都是因为案子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姑娘表面瞧着 不过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儿角 却无所畏惧 事实心有定数 倒像是经历了许多 我出身江府 却是从小跟着婉娘 在乡间长大的 本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在婉娘走后 我才回到京城 许是上天垂帘 让我可以把曾经做错的 辜负的 尽全力去弥补去挽回 旁人可以犯错 但我不能 知之越多 那无忧无虑的日子 好像就离我越远了 所以 姑娘才想竭力帮助燕世子 想必燕世子 定是姑娘回京之后 极为重要的朋友 此番回京 朝中定会有所动荡 还有那位定妃公子 来得如此蹊跷 还不知道引发什么事呢 薛氏一族 德不配位 想着利路荣华 却屡屡因私废功 薛定妃此人虽不着调 但我瞧着 也比那薛叶强上百倍 姜姑娘觉得薛定妃此人可靠 我说不准 不过谢少师觉得堪用之人 绝不会有错 好看吗 与姑娘十分相配 我不喜欢带花 但本朝不是一向有 庄严赞花的传统吗 张大人从前使运不好 一身才华却未能科考 倘若再来一次 你一定也是 御前赞花的少年郎 这一朵 不如赠予大人 全当你也客举了一遭 这一朵 不如赞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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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不过张大人 这样清正之人 想来也不会在乎 什么御前中举的虚荣 张某志不高 相不愿 便清白 奉至新 得意于 静观遇 如是而已 这么简单 就没有什么别的念想吗 有 如今有了 万般万喜长自在 随随着着 伴安宁